北高雄科技S朗袋建设如火如荼 4月分别传来好消息 内政部都委会审查通过高雄捷运钢萨RK站连开都市计划并更案 所见新行政中心公办都更案正式公告招商 黄秋英议员表示加上之前争取的钢山火车后站连通捷运钢山站 正式动工 北高雄淡黄区逐渐成行 借由活化旧址 升级性质打造钢山商业及行政双核心 核心1 旧钢山果菜市场加东车站前广场华丽转身 捷运RK一联合开发 黄秋英议员表示RK一联合开发主体基地及钢山火车站前旧果菜市场 该市场于1956年设立供应北高雄输果需求 应运超过一甲子 由于捷运钢山入竹延伸线工程而决定搬迁 但新市场选址过程一波三折 从客源考量及土地取的问题迟迟无法定案 在经历他及妈妈汪瑞朱议员的明代联合争取 协助用地取得成立合作社及争取中央经费补助 终于109年11月半签字和滴入一段阿宫店稀盘 成立钢山和滴果菜市场继续营业 对于旧果菜市场限定开发更是黄秋英议员关心的重点 他说明在历次议会市政总咨询及提出超前部署 活化旧果菜批发市场土地带动整体商圈发展 立出市场签以后用地回拨捷运局及把握捷运钢山站的兴建机会 赶快规划土地开发案 透过高价联通方式衔接 考量捷运路线及台铁双铁优势朝向商场家住宅方式规划 并引经业者资金及民间活力 采贴近市场需求兼顾地区发展方式 创造城市新样貌 并建议协调基地东侧台铁局战前广场一并纳入连横开发案 以增加开发效益及招商诱因 黄秋英议员新卫表示内政部都委会于日前审查 通过阿K一站联开都市计划变更案 双基地面积约0.87公顷已变更为捷运开发区 容积率630% 可开发量体达1.27万平 工作商业及住宅使用 基地仅靠台铁及捷运双系统 而中央前站计划补助一 八亿元增设前后站并搭建跨站天桥连通未来捷运钢杉站 形成双铁共购 已开始进场施工 预计一一三年终完工 可提升钢杉车站周边生活机能 扩大民众对大众运输运聚之使用 核心二 钢杉新行政中心公办都更案正式公告招商 另外钢杉现有行政单位破为分散 既有建务老旧有安全且停车不易 民众抱怨恰功不变 近年地方陈勤规划新建行政中心呼声不断 黄秋英议员表示 四基北高雄捷运带动商机及产业发展需求 极力争取整合新建钢杉行政中心 一例城市远期发展 并财都跟方式降低市府财政负担 甚至增加市库收入 黄秋英议员指出新行政单位则将搬迁至 简桥西侧之机15用地 简林前锋国中、区公所、警销及户地震等 六大单位将合署进驻 规划地下一楼、地上六楼 总楼地板面积打8500多平 公务局也将投入工程拓宽简桥桥面20公尺 有助提升整体交通机能 而现有单位基地钢杉路与寿天路 就会淡黄地带京都市计划变更后 规划为2000平商业区土地 并提供两处合计超过900平广场 借由活化旧址 升级新职打造钢杉商业及行政核心 估计整体投资规模约56.7亿 整体开发后不仅带动钢杉经济发展 且将是一处拥有宽广人形徒步环绕 舒适利益的开放空间 高市督发局长吴文彦表示 把阿基地并采同一都更事业及权力变换办理 为确保行政服务不中断 采先建后拆方式 新行政中心新建完成以及机关搬迁后 行政单位限制再接续新建大楼